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二人的婚礼举办得十分低调 不仅没有邀请记者 宾客数量也极少 送中机的出现是一个惊喜 毕竟对于选宾来说 她是前女友的前夫 婚礼最让人惊讶的是 花费竟然只有1.3亿韩元 折合人民币大约68万 这几乎是让粉丝惊掉下巴的事情 毕竟大家见惯了国内明星结婚的奢侈至极 一场婚礼办下来耗资两个亿 都不是稀罕事 可是婚姻的长久 从来和婚礼的隆重奢华没有关系 而是要看双方到底用了多少真心在这段婚姻里 韩国明星元兵结婚花费6000元 新娘捧花都是手摘野花 至今婚姻都甜美 反观我国那么多明星耗资千万上亿 婚姻却早已千疮百孔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 那些耗巨资却一拍两散的婚姻 王宝强 马荣婚礼耗资1000万 婚姻维持7年已离婚 2015年 王宝强远赴马来西亚 精心为自己心爱的妻子马荣补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婚礼 此场婚礼不仅邀请了娱乐圈的众好友 还豪制百万 订制了一枚粉钻戒指送给娇妻马荣 其中王宝强还耗资120万美元 在美国洛杉矶为马荣购置了一套1555平方米的豪宅 送给马荣的豪车更是一辆又一辆 250万的马莎拉蒂GT 400万的法拉利458 都是王宝强送给马荣的座迹 更不提平日里马荣的豪华首饰珠宝 大排包包 名牌衣服了 只要是人兼有的 王宝强都给他 王宝强辛辛苦苦拍戏赚回来的钱都花在了他身上 只是好景也不长 就在补办完婚礼的第二年 王宝强的大管家不仅睡了自己的老婆 还转移了自己的财产 王宝强当即就变身现实版的五大郎 平日里为老婆挥金如土的王宝强 被戴绿帽子后连打官司的钱都没了 只能找好兄弟沉思成借 只得一声叹息 虽然人都没有掌声后眼 可是到底是真爱还是老女 其实从故事的开始就有了破绽 一个211大学毕业的美女大学生 为何会对一个小学毕业的粗汉子一见钟情吗 这样的故事原本就只会出现在童话里 奈何宝强当了针才有了马金莲 汪小飞大S婚礼耗资3000万 婚姻维持十年已离婚 当年汪小飞和大S一见钟情 汪小飞不愧是京城四少之一 追女孩也十分有一手 认识第三天就送大S88万的名牌包包 认识第五天就送豪宅 认识21天就直接掏出武克拉的定制钻戒求婚 在婚礼前汪小飞就准备910万作为彩礼给大S 而三亚的那场婚礼耗资3000万 却笑料百出 当时他们的婚礼在三亚的海棠湾举行 主持人由小S和蔡康永担任 娱乐圈一众明星纷纷赶往三亚 万达一碗将近16000的豪华套房 婆婆张来一口气包下500间 仅仅是住宿费用就是800万 所有台湾和北京的亲朋好友 都有汪小飞包机抵送三亚 再加上婚礼的其他开支 整场婚礼耗资3000万 只是天宫不作美 婚礼当天三亚的风百年一遇 顺利地将新郎新娘吹得一直紧紧相拥 更是吹出了新娘的大饼脸 所以这场婚礼成为了大S永远的痛 只是大S的婚姻也像当年三亚的那场风 匆匆而过吹过无痕 当时在大婚现场 蔡康永问大S是否愿意嫁给汪小飞 大S激动爽快地应答 非常愿意 而现在这个当初大喊非常愿意的大S 已经在三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又嫁心夫 只能说这世间唯有誓言罪无用 杨幂刘凯威婚礼耗资4170万元 婚姻维持四年已离婚 2014年杨幂和刘凯威因细生情 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当时的婚礼场地 刘凯威包下了巴厘岛的整个宝格丽酒店 巴厘岛的宝格丽酒店是独立的度假别墅 背山面海誓也开阔极度奢华 两个晚上的费用就将近122万港币 其中二人邀请了娱乐圈的一众好友 远赴巴厘岛参加自己的喜宴 为参加婚礼的嘉宾 购买的商务座机票就是将近200万港币 婚礼及晚宴的费用在35万 酒水和利是约20万 杨幂的戒指婚纱礼服以及白金钻石手镯将近1139万港币 所以整个婚礼的费用加起来约达1516万港币 再加上当时刘凯威花3000万在三亚置办豪宅作为聘礼送给杨幂 刘凯威在婚礼现场哽咽地对杨幂生情告白 我将毫无保留地爱你 或许对于刘凯威来说 她确实真的如此做了 尽管这句话现在在看显得那么的力不从心 毕竟刘凯威就算赌上全部身价都不及杨幂的九分之一 不管是这段婚姻两地分居的聚少离多 还是女强男弱的现实差距 都让这段婚姻仅仅只维持了四年就以离婚告终 4.车小李兆慧婚礼耗资5000万 婚姻维持15个月已离婚 当年山西首富李兆慧对车小一见钟情 不惜大手一挥半个亿投资给成龙 让成龙做自己的媒人 花费888万包下天下人间 也只为夺美人车小一笑 为了抱得美女归 李兆慧可以说是灰金如土 虽然她有着100亿厚实的身价 可是她200多斤的肉身也很厚重 由此可见她得多舍得下血本才能抱得美人归 当年结婚的时候她整整摆了500桌酒席 每桌6平茅台 大红灯笼9999个 迎亲车队的车辆整整有200多辆豪车 尽是跑车宝马奔驰诸如此类 特别是他们结婚不收礼 反而是给宾客发红包 假如一桌坐10个人 500桌酒席就有将近5000人 而每一个参加婚礼的人都有一个500元的红包 这样算下来仅仅是红包支出就是250万元 当时车小身上随便的一条黄金项链就是20万元 整个婚礼办下来 后资约5000万 要知道这可是12年前的5000万 虽然整场婚礼看着有些吐气 可是当时的热闹场面 堪比春晚一样热情喜庆 可是好景不长 这段婚姻仅仅只维持了15个月 就以离婚告终 用钱砸出来的婚姻 终究还是得靠钱收场 网传车小拿了3亿分手费离场 虽然车小否认 但是不论真假 这场婚姻的开始 原本就是一场偏离了真心的交易 所以离婚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黄小明 杨颖 两亿 婚姻维持6年半已离婚 2015年10月8号 黄小明和杨颖的世纪婚礼 在静安区延安中路 1000号的上海展览中心举行 上海展览中心有多豪华吗 整个婚礼占地面积1800平 全部都是用鲜花作为装饰 而仅仅只是租借场地一天的费用是50万 婚宴准备了将近几百桌 其中有2000多名明星亲自来道贺 差不多算是请了半个娱乐圈 婚礼的头一天晚上就包下了整个五星级酒店的200间房 一间房间单价是1100元 两晚的话就是44万 单单酒席的话 一桌如果1万元 200桌就是200万 安保人员就将近200人 豪华的车队以及来参加婚礼的人之多 都给造成了上海当天的交通拥挤 婚礼上杨颖手上的那枚5.5克拉的鸽子蛋钻戒就价值1000万 黄晓明还特意为杨颖打造了一点皇冠 这个皇冠也是出自法国知名珠宝品牌 价值至少也在500万 而在婚前 黄晓明豪制3838万给杨颖当作聘礼 还在上海赤巨资 购买1.3亿的豪宅作为婚房 黄晓明还给杨颖的父母赠送过豪宅 其价值就先忽略不计了 黄晓明好之两意为杨颖举办婚礼 正所谓是真的是他为公主般的对待 可终究是这样用钱砸出来的婚姻是没有办法长久的 只是对于黄晓明来说 这场爱情买卖着实有点贵 不觉得让人唏嘘娱乐圈的所谓恩恩爱爱 始终让人分不清真真假假 也分不清到底是虚情还是假意 只知道当初真金白银砸的钱财是实实在在付出过的 可是让人讽刺的是 当初婚礼办得有多隆重 离婚时就有多敷衍 当初的所有海事山盟 不过都是过往云烟 太过于物化的感情 原本就是失去了一些感情原本的真挚 只是当他们在奢侈成风气的娱乐圈 早已忘了婚姻的本质 不是婚礼的攀比 而是真心的付出 不管是一穷二白的裸婚 还是锦衣玉石的复婚 真心和幸福才是永远都不会变的追求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